耗资2500万元新建的信义区亲子管纪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和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兴、市议员陈怡、韩世玉 以及市议员何淑平服务处主任 以及里长等人共同揭牌下正式启用 并且向家长们宣布这项好消息 一个区域、一个托育中心 我们一个重要政见的一个展现 那从过去的市府到现在 我们都继续在推动跟完善这个政见 今天这个是我们的第四座 对不对 那我跟玉兴正在努力 在明年度还要针对七度跟暖暖 也要针对我们的托育继续的努力 继续开辟 信义亲子管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区域上面 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们来玩的 比较静态的一个环境 那比较动态的就是我上任以后 也努力在推动的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所以有了亲子管跟室内儿童乐园 来互相的搭配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社区上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 也有地方看看书休息 也有地方跑跑跳跳 更在下雨来临的时候 做好准备 做好一些亲子照顾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部件 从上一任这个乌廷峰处长 在这个社会处的任内 就非常努力的这个 希望把这个亲子管来动工来完成 今天好不容易在我们这个 杨处长的带领之下 那我想率领我们新的市府团队 也非常谢谢 谢市长对亲子管的用心跟重视 我想这个在全市的各区 都看得到它的政策 这个在发挥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亲子管的功能 可以在七个区 都可以持续的开展 那我想这个对基隆来说是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基隆是一个多余 然后大概我们地下人仇 所以我们在亲子的空间上面的设施 我想对城市的发展 社会福利等等 还有我们母亲 小朋友的等等 相关的一些环境非常重要 我想非常感谢市政府的重视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会全力来支持相关的预算 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 社会处的这个功能可以发挥的更好 亲子管一楼规划为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收拖12名0到2岁以下的幼童 二楼亲子管则是开放6岁以下的儿童 及照顾者入管 在社会处长杨玉欣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亲自到里面参观 也和带着小小朋友在里面参观的家长 闲话家常了解需求一起合照 社会处长杨玉欣表示 公共托育家园收拖12名0到2岁的幼童 50%的名额提供给弱势家庭 另外50%的名额提供给一般家庭 即日起接受符合资格的家长报名 今天信义亲子馆以及信义公托家园开张咯 欢迎家里有0到6岁的小朋友 能够来到我们信义亲子馆二楼来玩耍学习 另外家里有0到2岁的孩子们 尤其是有低收中低收身心障碍 或者是特近家庭的孩子们 我们有50%开放给这样的族群 一起来报名公托家园的服务 另外也有50%开放给一般的家庭 欢迎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开始报名哦 当初耗资2500万元 新建的信义区亲子馆 市政府自筹800万元 中央则是补助了1700万元左右 不但外观新颖色彩亮丽 内部也是全新装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